我们在最近校园霸凌新闻频传向新出国中女同学遭到集体霸凌的事件更引发社会哗然 在昨天教育部长吴清姬决定要祭出撒手剑了 他强调不再容忍学生做出违法的行为 凡是涉及伤害恐吓等等违反刑法的严重霸凌行为 未来在对于这些人将不再只是留校查看而已 要一律送紧就办 最新消息提供给您